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灯塔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啊,愿你们平安,我是你们牧师,麦可牧师 今天是星期二,MCU的第42天 今天依然要和大家聊聊耶稣在路加呼应17章的印道里 我们来看第7到第10节这样说 你们中间谁有仆人去耕地过吃放羊 从田里回来,你就对他说,快过来坐下吃饭 而不对他说,给我预备晚餐 竖起腰来服侍我 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吃喝呢 仆人做了所吩咐的事 仆人做了所吩咐的事,主人还谢谢他吗 你们也是这样,做完一切吩咐你们的事 应该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我们只做了应份做的 这段经文是许多传道人避开讲论的话题啊 但我们不能对神的话挑食嘛,对不对 从饶恕七十个七次和以信心建立人际关系 到承认自己是无用的仆人 不要说今天的人无法接受 就连两千年前的门徒们很难验下的教导 耶稣从来没有答应我们跟从主 其实很方便 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做主的门徒 必须符合做仆人的条件 在耶稣的时代 通常大户人家都有奴隶和仆人 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教导门徒们谦卑的服事 仆人在希腊言文叫Dulos 虽然翻译成仆人 但实际上是无常奴隶 born slave 无常奴隶是主人的产业 主人可以随意带他 他自己没有任何权利 有些人因不幸的遭遇成为了无常奴隶 也有些人自愿成为无常奴隶 因为主人带他很好 使徒保罗在他书信中重复了使用Dulos 38次 但在今天充满自主性和强调人权的社会里 混乱了我们基督徒的对角色 对责任 对任务和奖赏的认知 和我们与神之间的互动 还有我们对他主权和顺服的看法 但如果我们真正了解 我们是如何被恕和被属 我们对神的服务态度一定翻转过来 特别是在这个互惠互利的世界 服务神可能沦为向神讨价还价的筹码 但其实神是不需要我们的服务 主耶稣在这里说明了我们服务神 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回常 可以回馈而感到忽比的荣幸 我们服务神因为一辈子 我们也偿还不了神对我们的救赎 阿们嘛 我们本来不配 但神将自己给赔上了 叫我们完全得数 他期待我们的忠诚 我们服务也应该是胡偿的 因为这是我们该尽的本分而已 让我总结一下做仆人的心态 你准备好了吗 这些是硬道理来哦 第一 在不经过商量考虑下 愿意去做 耶稣说 仆人辛劳一整天后 没得吃 回来还要帮老爷子预备晚餐 这仆人甘心乐意的服务主人 多少时候 我们很快就埋怨和苦毒展现出来的呢 虽然我们不说 但我们的心却觉得不公道 想讨回公道 不是吗 第二 愿意参与赐利不讨好的工作 多少次我们的服务不被发现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自怜自哀 因为没有人关心我们 只是为了表现属灵 我们不说出口而已 第三 愿意不投诉的服务 民意中的主人 不难看出来 是一个自私又不为他人着想的人 但这不是无偿奴隶不服务的借口 我们活着就是服务主人的利益 阿们啊 第四 你发现到 你不该得到服务 因为你真的不配 多少次 我们服务神之后 拍拍自己的肩膀 说 跟自己说 干得不错 继续加油 不是吗 但以赛亚说我们的公义 像一张 像一块脏布啊 五 你只能说你进了本分外 没有做其他事情了 你知道人生最棒的是什么吗 就是把我们自己完全降服 以全能的父 和创造天地的主 他向我们负全责 你要么是撒旦魔鬼的奴隶 不然就成为上帝的奴隶 你想把自己交给谁呢 重点是我们完全降服以 顺服以我们的主 我们愿意舍弃我们的工作 金钱 四号 志向 兴趣和计划 省至我们的生命 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跟从主 并且宣告 我们是服用的仆人 我们只做了应份做的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看见 能够服侍 神是我们一生的荣幸 我们当尽本分去服侍你 来表达我们对你的感激 你已将自己完全摆上了 因此 你也期待我们毫无保留的服侍 帮助我们成为真正 成为真正主的门徒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